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 感谢主今天是主所示福的安息日 虽然台风来袭 但是主耶稣让我们有平静的心灵 欢喜快乐来聚会 昨天晚上风雨交加 风是不大雨非常的激烈 但是主耶稣的安排 让我们今天清晨起来 满心喜乐 有一个安全的感觉 因为是主示福的日子 今天早上我们讲神国义人 是讲亚伯拉罕 是神的选民 下午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神国义人 就是使徒彼得 他所行的一段奇妙的神迹 这个是圣灵的名证 我们要来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十一章 使徒行传十一章上半段一节到十八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 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十八节 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极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第四节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刺 给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帕城 城里祷告的时候 滚游向外 看见异象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铺 细着四脚 从天坠下 直到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 见那种有地上四足的牲畜 和野兽 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 向我说 彼得 起来宰了词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 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年三次 就送回天上去了 十一节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 站在我们 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该撒利亚 才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 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 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 往约罢去 请 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 和你的全家得救 十五节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 撕起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十七节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拦住神呢 十八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子归隆要给神说 这样看来 神也施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阿们 神国的艺人 从软弱一直到刚强 从幼稚 一直到非常的成熟 彼得就是一位 你一定记得 彼得三次不认主 那个时候 我们觉得 很替他难过 为什么 主所拣选的彼得 会这样做 但是 这个都是成长的阶段 神的眼中 很宝贵 彼得这一位使徒 所以 彼得那个时候 思想起来 想起主的话 就出去哭了 但是这个地方 也想起主的话 十六节 想起主的话 就有希望 这个就是奇妙的事 所以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 在一生当中的遭遇 有很多事情 有的时候在高潮 有的时候在低潮 在低潮的时候 我们几乎都不过去 等到过去以后 回头一看 恩典都在 我们的室周围 在主都带领着我们的手 脚 一直的带过 带过那个难关 所以很奇妙 这一次彼得 他来很勇敢的 做了一个更正 让以色列人 他的同胞 有正确的信仰的观念 就是圣灵的名正 圣灵的名正很重要 信耶稣的人 身上有圣灵的名正 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名正 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 来讲真理的事情 谈论真理就是要有圣灵 他的权柄和能力 所以在这个格林多前书 二章的四节 有一句很好的话 保罗也这样讲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正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阿们 这句话就是圣灵的名正 把神的大能显明出来 所以人就完全能够成福 相信神的话 顺服神的道理而行 我在讲的就是彼得 他向犹太人讲解 讲解的是什么事情 说外邦人可以信耶稣 他为着哥尼流一家人 这个是意大利营的百夫党 为着他们洗礼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受洗 当然是有效的 因为有圣灵的名正 为什么呢 为什么敢给他施洗 因为他们都受圣灵 所以接受圣灵赦罪的洗礼 当然有功效 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 已经是相当的 在真道上得到造就 是一个很积极 很有权柄能力的一个使徒 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在灵里头 要觉悟 小悟 就是说清楚明白 而不是随随便便 所以真信仰就是在灵里头 一定要了悟 清楚的知道 圣灵的名正 我当时那个时间点很重要 就是外国人 外邦人就是外国人 圣经里面一讲到外邦人 好像有的人喜欢用外邦人 你是个外邦人 不是我们的信徒 不能讲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很得罪人家 伤人家的心 这个外邦人是什么意思 要先了解 外邦人就是说 当时是外国人 犹太人以外 希腊尼那个帝国 希腊尼就是希腊帝国 他们那些帝国的人民 所以外邦人 只是告诉我们 他不是犹太人 而不是犹太人 就是不论是犹太人的神 其实犹太人的神是谁啊 耶和华 犹太人的神就是 以色列的神 就是耶和华 其实再讲更明白 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哪一位啊 我们说耶稣 我们说神 我们有用耶和华吗 我们是外邦人 这个是还没有信耶稣以前 说你是个外国人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可以称呼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 我们信不信耶和华 当然也信 但是我们的称呼不一样 所以在称呼上 我就在这里来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是信神 信天上独一的真神 就是神创造的主宰 而他的名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神赐给我们 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神本身的名就是耶稣 但是犹太人一直没有转过来 所以才会在旧约转到新约中间 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犹太人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以为只有他们的耶和华 而我们知道 到了新约就是耶稣 而就是在他们的大卫的子孙 生出了弥赛亚来 弥赛亚就是耶稣 就是救主的基督的义手 所以我们信耶稣 所以犹太人后来也应该信耶稣 因为只有耶稣替他们定十字架 留宝鞋 舍命赎罪 我们的罪才得受 可是他们还是搞不清楚 到现在信耶稣的人很少 犹太人信耶稣的人很少 很奇怪 所以圣经神的经论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将来 那个外邦人 就是说外国人 不是犹太人的部分 相信耶稣 人数填满以后 剩下来的犹太人 他们也要醒悟过来 领悟 刚才讲 领里头要 领悟过来 就回头相信耶稣 如果没有靠着耶稣的血 救援犹太人也不能得救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看一个经文 很清楚 就是西伯来书的九章 十五节 九章十五节 西伯来书也是写给 那个犹太人 看的 要他们转过来 要他们转过来 知道耶稣就是从大卫的子孙生出来的救主 那九章十五节 为此耶稣他也做了新约的钟毛 既然受食 赎了人在前约 就是旧约 这时候 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造的人得着所应许 永远的产业 假如耶稣没有来 那就是没有赎罪的代价付出 没有生命赎罪的代价的付出 没有无罪的神代替世人的罪 那么 救恩没有完全 只有开一张支票 开一张支票 还没有兑现 那个兑现 就是耶稣保险 耶稣的宝贵生命 无罪的神 来代替我们的罪 再看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三十九节 早上也有读 希伯来书十一章 就讲到 古圣徒 非常有信心的信徒 配得救的人 这些人 三十九节 这些人 最后再讲 结论 都是因为他们有信心 相信耶稣 得了美好的证据 他们的信心 以前也不是信耶稣 但是按照那个时代 神所给他们 得救的真理 要到 他们按照那个 来相信 虽然好像 还没有得到 刚才说 只有开支票 还没有 把那个 代价 赎价放进去 还没有得着 所应许的 四十节 因为神叫我们 预备了 神为我们 预备了 更美的事 叫他们 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成全 所以旧约的犹太人 也在仰望耶稣 定时出下 救恩才有成全 所以这个事情 都是在慢慢的 引进中 圣灵的名证 把它显明出来 所以彼得 向犹太人 讲解 刚才我们 一开始聚会 今天要讲的 这一段 就是 彼得告诉 犹太人 说 可以给 相信 耶稣的 外国人 就是外邦人 以前不认识 神的 现在 为他们洗礼 他们的罪 可以得色 所以犹太人 一直以为 耶和华 是他们的神 他们 特有的 专有的神 别人都没有 只有他们犹太人有 不是这样的 这一位神 已经 显明出来 给全世界的人 所有 有信心的人 都可以得救 才对 彼得救是 一路走来 他的观念 一直更新 他在灵里头 一直的 小悟过来 一直的 清楚明白过来 这就是灵悟 我们的信仰 要不断的灵悟 所以说 要常常读圣经 你在家里 要常读圣经 趁着这一段时间 不能来聚会 自己 有系统的 想说 我要来读哪一个 哪一卷 哪一段 或者我们有一个 活动 在这 期间 把圣经读一遍 就有一个精美的礼物 给我们 这个我刚才有看到 这就是 很好的一个现象 你认真的读 就在灵里头 一直的小物 明白过来 更加深入的认识神 神 神是智大 最大 他不能够 让我们全部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 越来越认识他 因为我们没有神 那么伟大 我们是他造的 但是 我们愿意 我们从心里头 愿意 越来越认识他 所以这个真信仰 是慢慢明白过来的 这个时候 从第一节 我们要来讲起 这个 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第一节 使徒在 和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使得到 可以吗 这样 等到彼得 上了耶路撒冷 和那些犹太人 受割礼的门徒 在一起的时候 就辩论起来了 就辩论起来了 你怎么可以进入 卫寿哥里的人家里 和他们一同吃饭 这个是不需要有的一个问题 因为 那个时候 犹太人不跟 非犹太人 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他们的分别为胜 是到这样的地步 连吃都要分开 你看这一次 因为这个 新冠肺炎病毒 这么严峻 我们口罩都戴起来 分别开来 不是分别为胜就不对了 分别 不要让这个病毒进来 我也不要过去 怎样 这一次真的是很严格 我们就想起 古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是那么的严格 分隔开来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 你们外国人 跟我们犹太人 差很多 我们是神的选民 你们不是 但是 当时这个事情 其实是 莫须有的一个理由 说 他们是外国人 我们是 犹太人 所以他们的争辩 根本没有讲到重点 他们的重点 不是在这里 而是说 有没有接纳外国人 来信耶稣 这个才是重点 但是 不认识耶稣的人 他们说 是 国与国的关系 犹太人 和外国人的关系 而 相信耶稣的人 是说 你有没有信耶稣 是这一个关系 是耶稣 有没有接纳你 是这样的一个因素 这才是重点 所以 这个是莫须有的一个辩论 第四节 所以彼得就说 这个事情是来龙去墨 讲清楚 如果你读第十章 使徒行为第十章 你会发现 十一章就是把 第十章龙缩起来 这一定是太重要 所以十一章 是从戈尼流 他呢 慢慢的 来接受洗礼 认识了耶稣 这个是 戈尼流的观点进来 这里是彼得的观点 讲出去 戈尼流是因为他 太虔诚 太敬畏神 常常祷告 做一些好事 带领全家 一直在等待 等待那个 他所要相信的弥赛亚 到底是哪一位 哪一位啊 这一位神在哪里啊 他是虔诚 所以啊 你当你看第十章的时候 很感动 一节二节 你被很感动 虔诚 虔诚的态度 神就主动找到你了 他和全家庆畏神 诸记百姓 行善事 常常祷告事 每天都这样 做很久 连他 他是意大利的百夫长 底下的兵 阿兵哥 也受他感化 成为虔诚的兵 所以他派那个前程兵 来找彼得 这个就是 我们读第十章 就是更加把这个背景 来了解 说有一天 神差死者 进入这个 哥尼里加 神为什么 特别爱他 实在是说 他特别前程 他特别的等待 说神啊 你在哪里 所以从他的背景 是说 从他的背景出发 他那个观点 他本来就太虔诚 在等待 所以神找到他 来找他 第九节以下 那个第十章的 第九节以下 彼得这边 什么都搞不清楚 摸不着头绪 黑黑暗暗 我到底要 往哪里去做工 还不知道 他在约帕城 在中午祷告 中午祷告 我们刚才有读到 祷告的时候 中午祷告 肚子饿还要先祷告 很虔诚 我们是先吃了 再祷告 还是呢 该祷告的时候 祷告完了才吃 这个有差别 这个虔诚度 看你的虔诚度 这个使徒 彼得 肚子饿了 就祷告 祷告是很认真的 为什么 浑流向外 看见异象 如果一个人祷告 随随便便 主耶稣怎么会来 圣灵怎么会感动 他在那里祷告 就好像在受罪 并不是 一个享受 或者说 祷告完了 会充满着信心 这个就是 祷告的态度 都很重要 要由圣灵来 证明出来 明证 就是平常 信仰的功夫 每一步 读圣经 祷告 都要非常的实在 实实在在 踏实去做 这样子 神一定会来 圣灵一定会来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你的内心 感动 会得到造就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 如果你平常 都随随便便 每一次都像 对空气在说话 神好像都不在 你就怀疑神 那都可惜 但是彼得这个时候 中午还是先祷告 祷告 肚子饿 还是要祷告 祷告 祷告到什么 浑流向外 浑流向外是什么意思 你的灵魂出窍 灵魂出窍 一般没有圣灵的人 就是邪灵来的 灵魂出窍 邪灵就进到他里面来 所以那个人 就出了问题 在各方面 就显灵魂出不太正常 与人也不能够好好的来往 不正常 但是如果是圣灵 就没有问题 所以保罗他曾经说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去到第三层天 去到那个乐园的地方 在那里听到美丽 美丽非常好的声音 乐音 但是呢 我也不会讲 不能不能形容 形容不出来 心里欢喜快乐 所以他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 知道离开这个世界 去到天上与神在一起 是好的无比 我想要去 但是为着圣工还没有做完 还要尽责任 所以他不能去 这个就是灵界的快乐 灵界的快乐 只有自己经历过的人 才能够明瞭 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体验 彼得也有这样的体验 他太认真祷告了 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 他跟我讲 他说我每次祷告 都要祷告 大概一个小时以上 我就整个清心寡欲 这个外界的事 好像不见 这个世界好像离我很远 我就开始进入灵境 很轻松很快乐 在祷告 可以唱灵歌等等 他自己的感受 他跟我来分享 所以这个彼得真的是认真 你想要得到圣灵的名证 一定是平常 实实在在 你信仰的功夫 不马虎 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 所以第四节就说 彼得自己做见证 我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 昏流向外 所以才看见异象 有灵给我指示 灵的指示 就是在圣灵里要分辨 分辨是圣灵来的吗 从神来的吗 还是出于邪灵 就可以清楚分辨 因为这个是在进入灵的深处里面祷告 圣灵里 灵的深处 你的心灵里面 结果有三次 这个异象有三次 就是有一块布掉下来 里面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 有声音说 彼得你再来吃 彼得非常非常的守律法 说这个事情 我从以前到现在 这个是俗物 这个是不洁净的物 不能吃 所以一次拒绝 二次拒绝 三次拒绝 然后那块布收上去了 结束 这个异象在讲什么 搞不清楚 我们犹太人何等的分别为宋 洁净与不洁净 我们是不沾污自己的 所以这个就是旧约的律法 彼得这样是对的 态度是好的 但是要叫他进阶 在灵里头要进一步 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怎么样从旧约律法 进入新约的恩典 这个是很难 要有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灵里的突破 灵里的小物明白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读这一段 好像在读格尼里 格尼里来信主 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但是另外一部分 这个彼得要突破 很困难 很困难 我已经信了 你要改变我信仰观念 有那么简单吗 除非我的信仰 是随随便便 你给我怎么改都可以 但是 我们族里的弟兄姐妹 尤其从小信的 我们宗教教育 一直在栽培 我们每天 信仰生活习惯 都做得很好 突然间叫你改变什么 不可能 你打乱了我的生活的步调 不行 我就是要先读经 以前小时候 我的姐姐很认真 她一定要读圣经 晚上一定要来聚会 聚会回去以后 她就要先读圣经 才要读书 她这个很认真 认真到 我的妈妈就告诉我 像她这样 要考大学考得上吗 我很记得这一句话 但是我又不敢讲 她妈妈说 我不敢讲 因为她是在读圣经 真的 这个是挑战 很挑战 我的姐姐 就是这样 但是我看在眼里 我看在眼里 怎么回事 姐姐就是 一定要来聚会 会去以后 一定要读圣经 等到圣经读完 十点半 才开始要打开 课本读书 常常看到她 要读书的时候 就打过税了 这个怎么 怎么 有办法 读好她的书 这个真是挑战 但是 她有她的信仰 她的信心 很坚强 所以她真的是 考上第一次院 大学考上第一次院 这个是 很奇妙的事 现在这个事都过去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信仰就是应该这样建立 但是各方面都要有信心 执着 读书也要执着 信仰更执着 读圣经 祷告 聚会 一定要执着 很多人都是随便 随便 随便都做了 后来 一事无成 然后怪神 怪耶稣 耶稣啊 主耶稣啊 你怎么都照顾他 没有照顾我 但是 耶稣 也不会跟你说 你当时怎么 都这样对我 这样对付 你自己的信仰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 很有意思 这个彼得 跟哥尼流 他们在属灵的数值上 相当高 所以啊 刚才那个第十章的 第一节 一直到第八节 就在讲哥尼流 第九节 那个第十章啊 第九节以后 是在讲彼得 这个彼得啊 反而他的灵里头是 混沌 不明 奇怪 为什么看到这个意象 这个意象就是 圣灵在做工 圣灵的工作 很奇妙 圣灵的名正 就在彼得 非常执着的当中 不行 我怎么可以 违反我信仰的功夫 平常 守的律法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不可以沾染我自己 怎样 沾污我自己 是不对的 所以 我们看 在这里 一切都在圣灵里 圣灵的工作 在进行 圣灵有指示 还有声音 所以那个意象里面 有声音 说你再来吃 彼得 你再来吃 还叫他的名字 所以啊 圣灵有时候会 说话 圣灵会说话 听过圣灵说话 你要判断 你判断 会不会 灵里头 有困惑的地方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一定要 圣经读得很熟 马上有反应 对 这个圣经 这个圣灵讲这个话 是因为我读了 哪个圣经 就是这样说 所以 我接受 我相信 这样 这样才想 所以灵有指示 在灵的指示里 还有声音说明 主的话说 难道呢 圣灵就吩咐 圣灵吩咐啊 说 在第七节 十一章的第七节 到第十节 说你要再来吃 有声音说 内容是命令 你要再来吃 难道呢 有人来了 圣灵有命令说 你跟他去 三个人来了 从哥尼流那里猜来的 有前程兵 你要跟他去 这个是双方面 都在圣灵的引导下 达成的一个神迹 我听过以前 在南部有见证 在我们早期 在台南麻豆那个地方 有人生病 哇 怎么办 赶快 有人啊 那个时候交通不便 干干干 就赶到高雄去 找传道人 说 怎么办 传道人 祷告完了 说 你回去 他已经好了 哎 哇 那个 从高雄 就赶快赶回来 到了台南的麻豆 哎 一问时间 就在那个时 祷告完了 传道人说 病好了 那个时候 那个病人真的好 这个是我小时候 听见的见证 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真耶稣教会 早期发生的事情 所以 圣灵的命令很清楚 说 跟他们同去 他就 同去 他不敢违背 违背 就看不见 圣灵的名证 然后呢 他就去 去到那里 哇 他们乐切的接待 他就进入了 外邦人的家中 到了哥尼流那边去 所以人家 那个 不了解的犹太人 他们只会问说 你怎么可以进到人家家里去 那个是外国人 他不是犹太人 他只问这个 皮毛的事 皮毛算数 所以你知道 我们的信仰 应该要多么的踏实深入 要得到那个精髓 有人啊 只是说 新耶稣 我能够啊 生活温饱 事业顺利 这就是我想要的 鸡毛算事 而那个 灵命得救 他没有把它摆在心上 他没有 把这个信仰传承 好好的下功夫 在自己的家里 在教会里 在社会上传福音 他没有努力这些事 所以这个有差别啊 对不对 圣灵的名证 就在 属灵的品质 非常高的两方面 在那里运行 从戈利流这边 从彼得这边 双方面 一碰 碰出火花来 你看看 结果呢 这个彼得在戈利流家里 就开讲 讲福音 开讲不是讲闲话 不是谈政治 是在讲福音 讲耶稣的福音 这个虔诚人 一听 感动 就在听到你的时候 就 就听 就得到圣灵了 得到圣灵 得到圣灵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圣灵的名证很奇妙 圣灵可以把你的心力夺回 本来你的另外一个错误的想法 他把你夺回来 难道呢 圣灵可以让你有感觉 心灵里头 会说耶稣是主 这个是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都有讲 你会说耶稣是主 圣灵把你的心力夺回 你会相信耶稣 不信以前的那个错误的一个信仰对象 所以圣灵的名证太奇妙 圣灵降下 圣灵降下耶 这个彼得看得见 看得好清楚 这个跟我以前得的一样 我这个就是重点了 他就想起主的话 说你们现在受约翰的洗衣 你们还要受的是灵 圣灵的洗衣 这个圣灵的洗以前我得过 现在在格林流一家人的身上也发生了 他们是神所悦纳的 对不对 所以很重点就在这里 圣灵的名证把彼得的灵给觉悟过来 所以彼得才会改变心力 说他们得圣灵跟我们一样了 怎么可以不给他们洗礼呢 就洗礼了 所以这个太奇妙的事 所以从十一章 从十章到十一章 这个使徒行传 用那么大的篇幅 这个篇幅啊 很详述 再来一个阐述 让我们很明白 圣灵的名证 才能够叫我们信耶稣 而且让我们知道的结论是什么 人人可信主得救恩 不只是犹太人 可以信主得救恩 所以这一点太重要 所以很多人啊 也说 你给他讲 我们去带你们家某某人来信耶稣 他说不可能啦 那个人哪有可能信耶稣 他已经把他给打岔 说不可能 他的灵里头啊 就是没有开 心灵里没有打开 圣灵没有进去 他的心里运行 说人人可以得救恩 人人可以信主 可以得救 所以有的时候 也有人啊 后来啊 才来信耶稣 好高兴 我怎么没有 没有早一点来信 让我白受好多的苦 也有人啊 他后来就说 早知道就好 但是已经太晚了 所以像这样的事 就是我们的灵 心灵没有打开 没有让圣灵进去运行 做工 圣灵充满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摸到耶稣 自己摸到耶稣 圣灵有感动 感动你 你才有进一步的突破 这个突破 就是伟大的事 伟大的事 刚才我们啊 读了这一段经文 如果你再给他认真读 你会有更多的感觉 觉得很美好 从第一节 使徒行段十一章的第一节 听说 这个人常常是听说 人听别人说 但是没有去追求的是 圣灵明证 没有去追求圣灵的明证 只有听说 所以从听说 一直到圣灵的明证 这一段突破的路程 就是信仰追求的功夫 所以彼得 他就一路慢慢的突破 明白 难道呢 他可以做见证 他可以增加 自己增加信心 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这么美好 他是 一路渐渐明白的走过来 而 他的突破的过程 在第五节 就是圣灵里的祷告 中午 正午 肚子饿的时候 守着 圣灵的祷告 圣灵里的祷告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凡事都可以借着祷告 里面有祈求 有感谢 你要常常感谢 常常感谢 遇到需要 你就祈求 祈求你就有功效 因为你是常常祷告 不住的祷告 所以 这个功夫 很奇妙 也不用花钱 有的人说 我少这个 我少那个 每个人都可以祷告 每个人都可以用祷告 但是你没有用 没有用祷告 你把时间 用到别的地方去 当你在用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在做工 你祷告的当中 心态要很平静安稳 平稳安静 所以祷告当中 没有埋怨 很高兴 充满信心 很平静 很柔和 谦卑 在祷告 这个是主耶稣的心态 祷告的当中 你就会发现 主耶稣来了 圣灵来了 在做工 在改变 你的心思意念 这个就是 菲利比书四章 六节七节 所讲的 这个是我们常读的圣经 这个圣经 大概 把它弄出来 大家再读一次 是好的 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很多人在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有没有 祷告的内容 平静安稳的心 但是 有感谢 也可以祈求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当然 一个追求圣信仰的人 他不会永远 是为着物质 为着世界 在那里祈求奔波 对不对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属灵的事 为着某某信徒的软弱 祷告 生病在祷告 为着教会的圣工发展 好像我们说 要为着领恩布道会 九月 要为着六十周年 金天堪 需要 在祷告 圣灵要感动 感动信徒 弟兄姐妹去做圣工 神就会 出人意外的平安 一定会在耶稣基督里 来领理 很全备 很完全的一个作用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才不会 受损失 我们一定会 有很多的获得 所以圣灵里的祷告 就得到圣灵的启示 彼得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 我早上有讲 神国一人 就是经历人生 彼得一路走来 从软弱 变刚强 他后来真的有资格 摆在使徒的第一位 他年长 他凌晨也高 虽然以前 好像比较血气一点 感情用事一点 但是后来 一直学习 好像刚才这一段 骑马的鸡 信仰的功夫 祷告 每天守着正午的祷告 犹太人还一天守着鸡 三次还有五次的祷告 那个回教徒更多了 所以你看看 虔诚人 很认真 很认真在祷告 所以彼得 跟约翰 有没有 到美门去 那一次上午 深出的时候 九点的时候 也去祷告 只要你有祷告 圣灵的名证 就会显明出来 有意象 早上是说 连那个外国人 雅比米勒王 也有异梦 所以神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的 有一点 虔诚的心 神都没有放弃 所以那个雅比米勒 也是很奇妙 看起来他好像跟救恩 没有关系 无分 但是 他说 我是守正 我是心正守节 我是一个心理正直的人 我的国家 很有规矩 有法律 有义的国 他敢讲这个话 神也给他 把这个接受过来 照单全受 虽然这样 背后的事 你还不知道 你娶那个女人来 是出于什么 你的欲望 贪恋 结果你不知道 那是别人的棋子 尤其 你糟了 你去把人家 娶过来 这个妻子 是我的先知 亚伯拉罕 我的选民 的妻子 你知道吗 这个呢 这亚比米勒 真的是雅狗无言 而且呢 充满着惊怕 为什么 他们家里的女人 都不能生命了 断绝生命 怎么办 你看看 所以 这个 人只要有一点 表现得 不错 或者说 有一点想要 倚靠神的心 想要守道理的心 守法的心 做好事的心 神一路带领 所以早上在讲 这个亚比米勒 真的是奇妙 想来想去 后来他又来跟 亚伯拉罕 做好朋友 这个人啊 如果继续下去 他的信仰 应该会建立起来 所以啊 当你啊 把自己的心门 敞开的时候 那个主耶稣啊 就用他的圣灵 一直在引导你 圣灵会指示 会说话 圣灵啊 会指教 圣灵呢 还会降下来 让你看见 圣灵的名正 所以当时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 歌尼流才会 有机会受洗 而保罗 而这个彼得 后来呢 他就把这个事情 向犹太人讲清楚 犹太人啊 才会明白 哦 彼得不是 胡搞瞎搞 我们教会的事情 也是一样 不能乱来啊 一定要照圣经 我们的教义 很清楚 五大教义 十大信条 这个都很清楚 这个不能违背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 学好 这就是想起 主的话来 主成说的话 你都清楚了 你按照这样去传 你就发现什么 哎呀 跟我们所传的都一样 我们所传的 跟我们身上的都一样 什么意思 我得圣灵 是这样 我在传的 这样 我传的这样 有人来得圣灵 跟我们传的都一样 跟我所得的都一样 所以圣灵 是同一个灵 守着圣灵里的祷告 最后 发现 是同一个灵 一直在作用 一直在工作 圣灵啊 到处在工作 所以你只要 在圣灵里祷告 你会得到 圣灵的帮助 同一个灵 到最后 你就发现什么 发现 那个来信的人 跟你所受的是 同一个灵 所以 他来接受耶稣 我们好高兴 接受他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经历都一样 跟当初我们的经历 来信主的过程 都一样 和我们得圣灵的过程 都一样 所以 我们很高兴 接纳他为一家人 感谢主 这就是圣灵的名证 从头到尾 一直都一样 阿们 我们来唱诗